沒有發揮 陸克布萊觀光變成產業 現在政府就出招 在花蓮以及南投等九個重災縣市 使用國民旅遊卡 每卡播出8000元 總共3億元的預算 要拯救台灣觀光 像300、600對我而言 會覺得不夠有吸引力 會比較想要自己旅遊 湖光山色的日月潭 少了80萬陸客 現在開始補助國旅 說是振興觀光 但注意看 就只給陸客沒去的重災區 一團最高補助4萬5000元 像是餐費每天300元 住宿費每天600元 還有導遊費用最高1萬元 但看在努力接日團 韓團的旅行社 心裡真的很不是滋味 大概三四成吧 我們店的客人 新加坡馬來西亞 也是比較多 上個月中旬整個掉 幾乎沒有入客 應該是要這樣 因為店家的房租都很貴 全台灣都會遍急的 觀光是貿易出口的行業 為台灣創造更多的外匯 像是美麗的澎湖旅遊 還有墾丁島嶼 就怕這國家補助的低資費 再度引發價格戈喉戰 那它就是一個短期型的 一個紓困的一個方案 不會有就是太嚴重的一個影響 因為每一家旅行社 它能夠申請的團數是有限的 指標卻不治本 這三億的錢撒出去 燒的還是小老百姓的辛苦錢 誰能不生氣 東三財新 玩著無憂術 黃夫翔 台北報導